另外一方面不只立委選擇 來看到總統大選的部分 這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是積極為參選二零二次總統做準備 昨天首長說明會就選在新竹開獎 以和平戰爭為主題 提出臺灣應該要提升經濟科技 成為亞洲科技之島 才能為和平的籌碼 而胡同當中 郭台銘其實也被問及到了 會不會擔心這國民島徵召不公 對此他信心大喊 我一定會贏 開獎前不忘拉票 爭取支持民眾暴雨如雷 掌聲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收場說明會從新竹起跑 主題大談和平與戰爭 臺灣不要變成亞洲的彈藥庫 要變成亞洲的科技島 這可以是我們的另外一個選擇 先前的美國日本信讓郭台銘有感而發 認為美中兩強對抗下臺灣如同走在鋼索的獵物 必得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郭台銘提出臺灣三自信以經濟科技為基礎 有尊嚴的和平才能成為臺灣的安全保障 不過潛在對手新北市長侯友宜動作頻頻 外界好奇郭台銘會不會擔心國民黨徵收機制不公平 我相信朱立倫主席 因為他們是最想贏的那一個人 我還是必須要相信 今天大家跟郭彬圈走 郭彬圈贏了 我就出來替大家服務 那不幸提名的不是我 但我想這萬一機會很少 郭台銘姓是淡淡不過身為政治素人的郭董 面對選戰政治攻防招架得住嗎 我不是耐打 我是打不死的 因為我是高雄安的失誤 剛剛都沒有打死 我怎麼會打死呢 高雄安沒有現身挺前輩 但其實活動前郭台銘突然現身 新竹體育館和高雄安合體參加全中運開幕式 郭台銘以實際行動展現自己最強候選人歧視 記者綜合報導 郭台銘以鼓勵 郭台銘以實際行動人的 郭彬圈 大陸 郭安 郭 郭